徐光看4月底飞往韩国 出席第59届百享艺术大赏颁奖典礼 并和韩国男生李帝逊担任颁奖人 台湾两大男生和提现胜利大批网友惊喜不已 徐光看后来在社群平台公开多张颁奖典礼当天 和许多韩国艺人的合照 除了帅出了李帝逊在颁奖典礼后台所拍摄的帅气照片 还惊喜分享和女神阿佑新人如允锐 以及金中国等人同框的照片 令大批粉丝又惊又喜 而在奎为一个月后他再度分享近况 他在IG晒出一张毒照 照片中他戴着黑色帽子 身穿全黑色系的服装坐在脚踏车上 还将双手放在头上模样又帅气又可爱 粉丝举呼他摸头的动作好帅气 真的是一个超有魅力的男生 打迹 打吗 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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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